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气象鼠20号针对桃园到嘉义等9个县市 发布路上强风特报 其中在彰化秀水有摊商一时疏忽 没有把餐车固定好 结果强风一吹就吹跑了餐车 当时有其他摊位的老板发现 跑过去想要帮忙拉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就这样子眼睁睁地看着无人餐车 一路冲到对象的连锁通讯航 还波及到轿车 一台餐车秀得高速冲出来 直接往前跑 上头一个人都没有 餐车却莫名自己动起来 餐车快跑先是斜切跨越车道 一路冲向对面的连锁通讯航 坐视撞上停在通讯航前的 一辆白色轿车才停下 过程全被民众的行车记录器拍了下来 就很大 一年一年轻轻轻的 这台车在买什么的 这里本来风就很大了 风切吗 应该是 事发就在20号下午 彰化秀水的文化街和张水路口 原来在事发前 现场刮起阵阵强风 露数帆布 以及广告不连 被风吹的大力晃动 下一秒 其他摊位老板发现 餐车已经被风吹动 神经紧张匆忙跑出来 想要过去帮忙啦 结果来不及上演大风吹 吹跑餐车 受到西南风影响 枪鼠在20号针对桃源到嘉义 等就有县市发布路上强风特报 业者依然疏忽 没把餐车给固定好 好险当时路口是红灯 绿灯方向也刚好 没有其他人车经过 警方表示没接获报案 但最无辜的就是 维婷在通讯行门口的 这辆白车 首当其冲被撞 卖兵业者餐车受损 恐怕还得负起赔偿责任 接下来我们的状况 差不多